第41届罗兰岗花车大游行和园员会 10月19号上午11点 在罗兰岗盛大举行 那么今年的主题是 让我们制造点音乐 目前有将近70个游行队伍参加 数量再破大会记录 主办单位预估 活动当天将会有上千位民众 沿路来观赏和加油 场面会非常热闹 从一路打得虎虎身风的中华武术表演 到各个服装笔挺 熊啾啾气昂昂的古号乐队 甚至还有台湾最热门的电影三太子表演 一片欢乐的景象 这就是去年罗兰岗大游行的精彩盛况 由于一年办得比一年好 今年更吸引到近70个团体来参加 而主办单位之一 STC顺天联合的花车队伍 今年更是阵容庞大 在这个花车上面 我们有一位芭蕾舞者 那当天他就是我们的主要主角 那围绕在这个芭蕾舞者旁边 当然还有我们一些 很强的几位舞蹈大赛的 跳Hip Hop的Dancers 那STC最有名的 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定音三太子 所以不例外的 我们定音三太子 也会结合我们还有鼓队 我们还有巴西的乐器 拥有41年历史的 罗兰岗马车节游戏 主办单位今年再接再厉 又改善了许多 往年不方便的地方 不只让19号 上午9点开始的游戏 可以容纳更多人潮 10点到下午2点 还会有园游会活动 非常适合全家一起来同乐 今年的话我们基本上路线 是保持一致 可是我们把过去的缺点 都把它改善了 我们增加了厕所 增加了早餐的地方 我们也把停车的位置 更明确地告诉了大众 让他们知道说 到什么地方可以去停车 不只提醒华人 踊跃参加游行活动之外 其实19号的游行 在早上7点到10点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封街了 因此也提醒民众 在经过Nogales 和Kolima路段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慢行 以上东西新闻用智机会员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